这里有个挺有趣的treat 和大家分享一下 不过后面的理念 的确值得我们思考 这个来自Kyleen John Stone 她是一个澳洲人 在澳洲生活 当然我们在澳洲 随时可以得到合理的 堕胎的服务 现在她自认自己 她本身现在47岁 我知道她有个丈夫 因为在她的网站 她丈夫帮她把这些读的 所以她们应该是 两夫妇生活得挺开心 现在她的事业正在 刚刚找着脚步 她的文章也挺得人看的 如果现在怀孕 她的职业生涯将会没有 在她的年纪 她现在没有足够能力 同时做两份全职工作 尤其是要24小时7天 不停照顾孩子的妈妈 这是非常疲劳的事 就算有全职的 婴儿服务 年幼的身体很容易 47岁 比较难以负担 另外一个问题 她提到 没有人说她的子女 我想她应该有个女儿 如果现在她的女儿有个婴儿 她的女儿正在读书 这次变成了阿婆 要照顾你女儿的子女 子好女好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一直以来 女人在从事一个 所有社会都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养育儿女 但很可惜 这工作并没有任何报酬 她说这是一个自由派 要自己处理的问题 你不能够同一时间 就认为一个人想要过自己的生活 是不行的 而同时要认为一个女人 一定要牺牲自己的自由和权利 这个在一个libertarian的角度 是不能够同时可以的 你既然要别人可以有权 用自己的方法生活 但同时要求别人放弃这个权利 这是一个贸用 当然很多人攻击她 你十几岁了 你应该对性有经验 不会做这些事情 你会做避孕 或者说不要做避孕工作 你这样的年纪 你流产也流出去 你可以真正有个小孩的机会 很微的 但这些全部不是问题 那问题就是我们已经知道 现在写美国那篇法院判词的官 已经说了下一步就是对避孕药品 避孕工具要着手 要限制别人不准用避孕工具 一个女人 这些这么私人的生活 两个人在结婚 有没有形式也好 走在一起 决定生活中 什么时候有孩子 什么时候不要 我想这是很私人的问题 我昨天也说过 这些问题不应该 是法律插手来管 尤其是在西方的价值里面 又说什么自由民主 我们自己可以决定这些事情 但现在绝对不是一个自由民主的问题 这是一个用某一些宗教主义 插手在一些成年人 两个成年人之间的私人决定 是一个插手 这个我觉得完全是侵犯了 正如Roll and Way所说的 是一个私人问题 Piracy的问题 现在这个Piracy 被现在这一批美国法院的法官推翻了 推翻了之后 这件事发生在美国 然后这些宗教团体 就会带着它在西方其他地方 继续推翻了 即是说我们澳洲这里 也有一个危机 所以稍后我们这里的宗教人士 就会一样用美国的东西 走来澳洲这里 当然了 在我这个年纪 我和太太之间 我都很肯定 我们做不到 尤其是大家知道 我做了前列线的折割 这个机会是零的 但是原则问题 应不应该被政府插手 进入一个家庭 这么私人的地方 这是问题结晶所在 他用这个表达方法 用自己做例 我觉得非常勇敢 我非常欣赏这种勇气 将自己年龄 将自己面对的问题 可以跟大家说 事实上也是 是不是女性 因为要负责家庭 要放弃她的事业 要放弃她的事业 中国的妇女解放 我们中国不是用女权运动 我们说中国是妇女解放 我们是说解放 是说妇女们 可以和男人一样样 撑起半偏天 做自己认为自己可以做的事 我觉得这才是问题 不是现在西方这些假学说 我们要明白的就是 一会儿跟大家说 美国这个话题 其实只是他们两党之间的一种竞争 不是真真正正的 是关心人命 人命生命 他们叫做pro-life 对生命尊重 另外就是pro-choice 尊重选择 pro-choice 即是说 女人有权选择 我身体如何被婴孩利用 或者被男人利用 这个pro-choice 另外那边就是pro-life 如果真的成功 外人寸 依然 男和男女都在那边就是 一定要一起負責 到底何時決定有嬰兒出來時 如何處理 丈夫會負擔多少工作 幫助太太過度這非常辛苦的一段時期 小朋友幾個小時喝一次奶 這是非常破壞睡覺的 所以在PRO-CHOICE那邊 他們要贊成在不幸情況下 真的懷孕要有一個最後的保障 但中間我們更加要說就是之前的保障 但PRO-LIFE連這個保障也不給你 就會快會不給你 因為現在他們已經說 他們說要對於避孕 又要立法 如果說PRO-LIFE那邊 如果真是說保護生命 當生命出來之後 你看看現在美國社會 自由攜槍 死人 無辜死人 這不是PRO-LIFE PRO-LIFE是完完全全的一個 Hippocrat 一個偽善 拿一個話題 而很可惜 我們一定要提議 提防 就是這些話題 會在其他西方社會裏面 包括澳洲裏面 會發生 因為美國走先 不等於澳洲的腦袋出問題 將這個概念 扯過來我們這裡 引致這裡有一個大爭拗 一個大局分裂 我經常覺得 現在西方的崩潰 我們真的要關注一下 現在太多的徵兆出來 而這些徵兆使人非常擔心